我们再往后走 说完单链表之后的话 我们先不去说这个单向循环链表 像打错了 单向循环链表 我们先说双向链表 双向链表的意思是在哪里面呢 就是说我们在一开始跟大家讲的这个单向链表当中 之所以叫单向是因为它的所有链接区域都指向的是后继节点吧 都指向的是后面的 那对于这个节点 比如说当前20号这个节点的话 它的前一个节点我是不是就找不到呀 只能从头再往后找到它的前一个节点吧 那这样的方式是不需不方便的 而且我们发现在使用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用到普瑞这样的一个前驱的 对吧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给单链表进行一下扩充 扩充呢就把你的节点改变了 节点原先单量表的节点只存到一个下一个区域 对吧 那现在我把你的节点重新构造一下 还要保存一下它前面那个节点的位置 这时候对一个节点来说就有了一个数据区 一个后继区 还有一个前区区吧 然后我们这时候给大家引入的就是 把概念给你提出来 有一个后继 后继节点 这还是刚才所说的 后继节点就是当前节点的下一个 还有一个前区节点 前区就指的是前一个 指的是这个区 那这时候的话 对于40号元素来说 它的前区节点就是前面这100 后继点就是后面这个6 然后对于这样两个游标区 就是链接区 那么40号节点的链接区 前面的 前面的节点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 你自己去取名字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给它起的叫做 p 指的这个地方 然后 n 指向的是下一个next 那这个next的话 跟之前所学过的 我看好像刚才有文图就问我 就那个next的话 跟之前所学过的这个生成器 或者说是迭代器当中的那个next 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吧 我们只是说代表的是下一个 所以习惯性对于下一个来说 英文单词是不是next 所以我们起的是这个名字 在这里面来说 这个next代表的仅仅是一个变量吧 仅仅是一个变量 然后那紧接着我们开始看了 有了这样的一个方式之后 也就是说我们要实现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构了 实现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构 是不是又得抽象出一个add的一个抽象数据结构啊 要把它的实现方式 也就是存储方式 以及这个数据结构所支持的这些个操作函数 我们是不是都要定义出来 所以紧接着我们需要引入 这是关于双向链表的 双向链表的话 你也可以叫做双链表 也有人叫做双面链表 都可以 双链表双线链表双面链表 都指的是一个意思 然后这个就代表每一个节点当中都要存先后了 这时候的话 对于头节点来说 它的前区域是不是没有啊 所以它的前面这个brave指针指向的是空 对于后节点 也就是说尾节点 它的后继是不是也没有啊 所以那次区域指向的是空 然后紧接着我们要给这个双向链表定义 咱们去实现哪些操作呢 看一下 跟咱们刚才在实现单量面的时候一样的 还去实现这些内容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用代码来去实现了 用代码来实现的话 首先第一步 我们是不是还得先把节点定义出来啊 对吧 还得先把节点定义出来 我们来定义这个节点 node 然后构造的方式 跟之前单列表是一样的吧 在构造的时候需要补充一些数据 那这时候 在构造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这个节点最终是为了存数据啊 所以传动的时候需要把数据传进来 然后我们把数据去补充到这个节点的对象当中吧 一样的效果 element等于ishm 然后这时候只不过说 对于跟它的单列表的节点的区别就在于 它除了有一个next的这样的一个指向的话 还多了一个前区吧 前区你把它叫pril也行 然后也有人叫做刚才说的pril叫哪个都可以 你只要能理解就可以 然后那对于这个节点 是不是我们已经定义好了 节眼定义好了之后 紧接着要定义的 紧接着要定义的就是链表了 double link list 双链表 在这里面我们是不是还要去实现刚才所说的这几个函数啊 对吧 那实现这几个函数的话 紧接着来看一下 要去实现这几个我们把它拿过来 拿过来 粘过来 然后紧接着我们要一一的去进行实现了 那实现的时候我们还按照一点一点来看 再去构造的时候看一下 对于构造函数来说双链表跟单链表有区别吗 在构造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再去使用这个双链表的时候 它的使用方式 if-name 等于 -name 然后我们为了使用它 double link list double link list 我是不是double写错了 double吧 对吧 double 我们再去使用的话 它应该跟单链表是一样的吧 一开始构造 构造的时候 在对于双链表来说 双向链表来说 是不是也得有一个内部的hide 去指向第一个头节点呢 对吧 所以这是跟单链表是一样的效果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的双向链表当中 同样得存在一个hide这样的一个属性 去指向头节点 这时候的话 一上来你不传的话 我就认为创建了一个空链表 所以有一个默认值难 对于构造函数来说 是不是跟这个我们所说的 这个单链表是一样的 对吧 这个地方不需要改 然后紧接着看一下 判空呢 判空呢 判空需要改吗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效果啊 只要看一下hide是否是难 这里面看一下 我往这放的时候 p8是不是给我提供了一个提示 我一挪可能就没了 哎对有 看一下 他告诉我说 在去比较的时候 跟难比较的时候 你尽量的去使用 意思这个操作回去比较吧 对吧 这是p8去推荐的 也就是说 我们在去比较的时候 你尽量去用意思 如果换成意思 你看波乱30就没了 就在这一点啊 如果你不需要不使用意思的话 双等号是也能达到效果了吧 然后紧接着我们再往后走 对于球长度呢 想一下 对于球长度来说 双链表跟单链表 我们在球的过程当中有区别吗 看一下 拿过来 我们是不是还得有一个quant 还得有一个游标 从头往后去数啊 数的时候的话 我从头往后去主 是不是你尽管里面有一个前驱的这样一个链接 我是不是都就可以不用管 我在球长度 这时候这个过程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当成单链表 顺着一个next从头往后去走 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这个lance是不是就复用了 跟单链表是一样的吧 对吧 好 那紧接着再看travel呢 便利呢 便利我们用改吗 便利也是从头往后去走吧 从头往后去走 跟单链表的效果是一样的吧 也就是说我们在便利的时候仍然不去关心你的节点当中的前驱 那间驱 对吧 所以 这个travel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也不用改吧 好 那紧接着 底下这个部分 你想一下 底下的这个添加 还有删除 就需要涉及到前驱两个指针的打断了吧 所以就说我们真正在去实现双链表的时候 只是底下的这几个方法需要改 上面的完全都不需要改了 好 那你说 这时候我们已经给大家提出来了面向对象 我们一直在使的是封装吧 那你想现在可不可以用到计程去复用了 想一下 我们的init的方法代码跟double是一样的吧 对吧 而不跟那个单链表是一样的 然后那个这个判空呢 判空的代码 如果我在这里面还是按照等号 你看跟我的single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然后lands travel 刚才跟大家说 是不是咱们都不需要改 如果不需要改的话 那你想我这时候可不可以直接去导入03这样一个单链表呢 因为我拿数字开头了吧 数字开头是不是不符合了 从03single不符合了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话 假如说我把这个名字给改变了 改变的话 我能够导入单链表 那我在此时直接去写singlelink list可以让它去继承过来吧 继承之后 我上面一直到这四个方法是不是全部可以删除掉 删除掉 你想这是不是就利用了面向对象当中的继承啊 我完全不用再重新写遍代码了吧 是不是达到代码不用了 好 这就是为什么说咱们再去写的时候 你封装成一个类的一个原因了 在之后的话 你可以去付用的代码了 好 大家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思想问题啊 思想在里面 对于面向对象的话 不是放在这块的 我是给大家提出来 所以我们在这为了方便大家去看 对于单链表双链表 我们还是 还是给放到这里面来 然后紧接着的话 我们说了 那对于双链表就需要开写底下的东西了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去改 先看对于爱的这个方法 也就是说在头部插入元素的时候 他要执行的是一样什么过程 底下这有一个新的节点 这个新的节点呢 就是node的节点 这个新的节点就是node的节点 一上来 我们为了保存item数据需要构造一个node的对象 这时候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节点 紧接着我需要在头部去插入吧 在头部去插入的情况下 那你想应该怎么去做呢 怎么去做 对于这样的插入操作的话 在单链表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跟大家提出过 你要做的话 首先不能改变去原有链表当中的链接关系吧 先去操作我新节点 这时候才能保证原有的链表不改变 所以这时候的第一步操作应该是让node的next区域指向hide所指的这个话 所以看一下代码 node的next区域等于sup.hide 这句话不用了吧 不用去学了 然后紧接着的话 要看一下 然后呢 让hide头直接指向我新的节点 对吧 让我的这个头直接指向新的节点 这也完成了吧 然后紧接着看一下 我原有的链表当中的首节点 是不是有一个p呀 我插入之后 是不是得让这个p从node转向我新的节点呢 对吧 这是单链表跟双链表之间的区别吧 所以我要补充的就应该是 要补充的就应该是 原有的头节点的这个p区 我要改变一下了 那这个p区 我是不是就应该去补充一下啊 那我在后面补充可不可以呢 看一下 它的操作关系 一开始p是指向node的 然后hide也是指向头的 所以我们做的第一步代码当中 先把next区域 也就是node的那个区域 指向头 这步完成了 然后hide的部分指向新的节点 node也完成了吧 然后紧接着的话 就应该是让这个节点 也就是100这个节点的p区指向node吧 那这100这个节点怎么来去识别出来呢 他是谁 看一下 此时这个node的next区域是不是指向他了 所以也就是node的点n吧 n就next吧 next也就指向他了 他的p是不是只要指向我node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这一步的操作就应该是node的点next的点 priv对吧 他等于node的本身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补充上这个node的点next的点priv等于node的本身吧 是不是达到了 好 那你说我是不是一定只有这样的方式才能写呢 我改变一下前面这43行 也就是说去重置 投的这个链接顺取的话 是不是可能就采用一个新的方式啊 看一下啊 刚才的这句话是不能理解了 能理解的后我把它删掉 把它删掉的话 先想我首先要做的是把node的区域指向了这100 没问题吧 指向100之后我紧接着要做的是什么呢 先不去改变hide 而是先去改变这个即100号这个节点的p区 那这时候100号这个p区的话 刚才说了可以通过node的n 我现在没有改变hide的 我也是不是可以通过saf. hide-hide的p区等于node 这样可以吗 先去执行他可以吧 通过执行他的话也就是说 saf.hide的也就是这个节点的prive指向了node吧 对吧 执行完这句话 我再把我的hide指向node 新建好的顺序链接是正确的就可以 你想先打断谁都可以 然后这是关于在头部分去插入节点的方式 头部插入 那这时候看一下头部插入是不是就完成了 然后紧接着再看在面表的尾部添加元素的话 在面表的尾部添加元素怎么来操作 我们把它移到尾部来 移到尾部之后的话 为了去插入的话 current是不是还得有一个游标从头找到尾部呀 找到尾部添加上面吧 所以看一下尾部一上来 先构建一个itom的节点 也就是说被400的这个6已经构造好 构造好之后的话 看一下先不看特殊的情况 先看你想的情况 这时候的话我有一个游标current 从头开始去走去找最后一个部分吧 那你看找到的这个节点 是不是current应该停留在6这个位置上 停留到6这个位置上 使用的节点 使用这个条件 是不是跟单列表是一样的 所以这时候仍然不需要改变吧 然后移动的过程也是current等于current next吧 所以这些跟单列表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当退出循环之后 找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 看一下链接关系的问题吧 这是双链表跟单链表的区别了 然后看一下在尾部添加的话 怎么来操作 在尾部来添加怎么来操作 看一下怎么来操作 退出之后current指向的是谁 current指向的就是6吧 咱们写的这个条件 那紧接着的话怎么来操作 current.next等于node 对吧 node.p指向current 是不是就完成了 所以也就是说咱们在这一步 current.next等于node后面再补充一下 node的前面这个前区等于current 是不是就完成了 对吧 这样的两步是不是就完成了 然后紧接着回头再看一下 如果链表是一个空链表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一上来是一个空链表 是一个空链表的情况下 那我紧接着只要所做的操作 直接让hide等于node 是不是就可以了 因为它只有一个节点 所以这个节点的前面也没有 后面也不有 就是它的处始状态吧 所以sup.hide等于node 是不是就完成了 所以对于尾部插入来说的话 咱们只要补出一句话 就达到效果了 所以那这是关于双链表的前插法 也是头插法跟尾插法 紧接着就要考虑一下 它的特殊情况 特殊情况就是在指定位置上面插入 这时候来看 如果pose的小于等于0 也就代表是头插法 不改变 如果pose要比最后一个还要大 那就是代表是尾插法 仍然不用去写 紧接着要做的 是不是要去找到指定位置了 对吧 找到指定位置 之前我们为了找到这个指定位置 看一下 之前比如说我现在要找到的指定位置是谁呢 就是在6号这个节点的前面去插入 也就是说在012在2号去插入吧 在第2号去插入的时候 之前我们是不是必须要用到一个辅助的一个前驱的 prove的一个游标啊 prove需要去指向的是前面这个位置 然后 我把这个节点挂在这上面来吧 那你现在想了 现在想了 在这个列表当中 我现在每一个节点 是不是都能够找到它的前一个节点了 那你想这pre还有价值吗 这pre指的就是我pare的点pre 所以我现在是不是只要有一个游标就可以了 对吧 只要有一个游标来操作的话 那看一下 这时候我们到底怎么来操作呢 到底怎么来操作呢 先看一下 这边先不管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过程怎么去写 第一步的话 我们说了 是不是尽量的先不去打断源有的关系啊 还是先操作我node的本身吧 所以也就是说达到的最终效果应该是n去指向current p去指向current的前一个部分吧 对吧 所以上来两句话 那也就是说这个过程就应该是current是我当前找到的位置 所以node的点 next他应该去指向current吧 然后紧接着node的前面前区pare 他应该去指向谁 current的点 pare吧 current的点 pare 对吧 这时候也有了 然后紧接着 我是不是要把中间的这两条线来打断了 打断之后重新去指向吧 重新去指向的话 我们可以一条一条来 比如说先变这个东西 先把next给指向 也就是应该让前面这个节点 next指向我这个node吧 那这句话怎么来写呢 前面这个节点是谁 就是current.prev吧 current.prev也就是这个节点吧 他的next区域指向的是我node吧 对吧 然后紧接着再看 要操作的就应该是current这个节点的 前区指向我的node吧 也就是说current.prev指向的是node吧 那这样的过程 你看是不是达到效果了 假使说你不要这样 不这样去写的话 下面这四句话是能完成的啊 我放到这 假使说我们在去打断的时候 不是打断的n 不先这么去打断 操作是什么呢 把它复制过来 这时候 如果说我在上面两个关于node的操作已经完成了 我在操作的时候先不去打断前一几点的n了 而是先去操作current.prev指向我node 这是可以的吧 current.prev等于我node 对吧 这时候这个线链接已经没了 然后紧接着要操作的是前面这个节点的n区了吧 那你想我现在前面节点的n区 前面节点怎么定位 还能通过current来定位吗 current的p区是不是已经改变了 我再通过current是不是已经不能找到前面这个节点了 那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的话 你看在前面这个节点怎么来定位了 是不是就得通过 通过node的这个prev了 node的prev他点next等于node吧 对吧 通过node的prev区也就p区找到了40号这个节点 他的node区域指向是我node的本身 对吧 所以也就是说刚还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你最终的代码不是唯一的 就看你怎么去打断先后的关系了 但是你先后打断的顺序不同 也就意味着你在去操作的时候 一定要去注意 有些人的情况就是一上来把current的p改变了 改变之后的话 我就忘了p这个current的p区已经改变的方向了 我可能意味着想思想当中还是这个prev就是current.prev 所以可能一上来写的这句话 还是current.prev.next 那你想按照这样的方式写是不是就错了 对吧 一定要去有你的概念 话筒去比较 一旦改变之后 你的每一个节点的所以方式可能就变了 所以之后大家再去做面试题的时候 包括做比试题的 就包括大家在去做比试题的时候 有一种题的方式就是说 就给你我现在的 在这40号跟6号节点之间 我要去插入一个新的节点 这个叫新的 插入新的 这63号 保存那个63的这个节点 那这个时候的话 他可能给你的是一种方式 让你自己写出来四句话 就是这样的四句话 这时候你写的时候可以按照词录去写 另外的一种方式就是他给你挖出了一个空 给出了你前面的三句话 让你去签中间的那括号那句话到底怎么写 那这时候你是不是就得看他先打断的关系到底是谁 对吧 就比如说我现在 我现在给你挖掉了 给你挖掉的就是最后这句话 看一下我让你填的就是最后给你前三句给你前三句话 那你这时候是不是就得先看出前三句 这一句他到底是改变的是谁啊 他写的不同 他如果写的currents 那你底下是不是只能写这句话 那如果说他给你写的currents 你是不是就得变了 对于前面这个还好 你可能有另外的一个方式 这意思就是跟大家说 你再去写的题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了 好 那关于这部分 打断操作也有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时候再去找到位置的时候 我现在还需要去找到前面一个位置吗 可以不需要找到前面一个位置了吧 我直接找到post这个位置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直接找到post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我是不是也不需要有一个前去的prue值了 只要有一个count就可以了 有一个count 然后一直数数到退出循环的时候 在指定位置 我现在需要有的是一个current 等于saf点 刚刚还有他 然后再去移的时候 移的就应该是current这个指标了 current 然后当我退出的时候 current这个指标指的就是指定的post的这个位置 对吧 指定的就是这个post的位置之后的话 构建出一个note对象 紧接着就改变的是这两句话了 这两句话怎么来写 是不是就刚才咱们写的这部分 采用任意一种方式都可以 所以我们给它拿过来 给它拿过来 先让note的区域指向current note的前面区域指向current.prueve 然后current.prueve.next等于node 然后current.prueve等于node 这四句话 刚才是不是刚才带着大家已经捋过了 采用这样的方式之后 在指定位置添加元素 是不是就完成了 对吧 这是在指定位置添加元素 这四句话 好